各位朋友 你們好 這段影片想介紹 由萬宜路到百立那段 再到木棉道和小婆邊那邊 這個百里路的用意就是 希望帶給未能到香港走這些路的朋友 去欣賞沿途的風景 亦是我很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香港實質路況的情況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出發 首先由萬宜路一路下去 現在這條片是很新的 路已經整好了 一路向下走 這段路之前不是那麼漂亮 現在就整好了 全段都整好了 一路到百立村 現在各位觀眾看到的 是加快了450%的影片 我拍攝那時候 當日非常熱 天文台報出來的氣溫是34.5度 其實一路曬著 好像現在一路曬著 其實體感有三十七八度 甚至乎三十九度 因為已經是爛肉 當時已經是曬到皮黑了 對 對 在這段路上 大家會見到 有一位穿藍衣服的女士 是一個新商識 都是進去東壩的車 在車上認識 原來她是萬無目的 她想去哪裏都任意 她聽到我是去小婆邊 就是這位 她想跟一起去 來到這裏 已經是白立村的邊 然後我最近拍攝路牌 這一邊 現在慢慢走那邊 去這條路那邊 其實是可以直接去七重石灘那邊 我就順便走過來拍一條路 不過她在前面會穿過一間屋 然後就會進去一條小路 在圍蘭邊有條小路 不過在下雨的情況裏 她有機會是浸了 當日正正就是浸了 所以出來的時候 雙腳都濕了 這裏就開始進去白立村 可以去到東亞的白虎山 白虎山再過去就是梁船灣那邊 如果大家想看梁船灣 就可以追上一條片 即是東亞和西亞村 北亞村的片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太陽猛烈到很厲害 那天拍 正正就是 正正就是 因為那架車是開 九點半至十點才有車 所以進來也是正午的了 現在就左手邊 現在轉過去右手邊的時候 就是白立村 即是那些屋是游到很漂亮 游到有點像葡式的屋 就是這樣 拍一拍路牌 方便大家去拍一拍 方向怎樣可以去 那條路那裏 它是種了很多花 有這些 應該是爛花之類的東西 當日拍的時候 有很多蝴蝶 所以我特地停一下 就拍一拍 一對花 然後看看有沒有蝴蝶 飛上去 誰知是 還未有的 不過蝴蝶很八卦 就和我們一起玩 有很多蝴蝶 我們繼續向前 有些白色的花 不過我不知道 這個是白色的花 是什麼花 對 也是看回白蠟村 是修緝得不錯的 我們跟著 就一路去前面 前面那裏 就是去到 白蠟海灘 當然 在這個位置 我都拍一拍當地的設施 這裏也是有條小路可以過去的 都是拍一拍的路牌 和拍一拍的路況 就是我們剛才來的路況 這裏直接出海灘來的 這裏就是有一間士多 這裏就是有個石級可以下去海灘 不過我就不用石級了 太空了 我走前一點的位置 才下去 這裏也很矮 下去 慢慢可以看完整個白蠟海灘 拍攝的時候 剛剛有些人在玩 有些人氣 我就順便拍 拍的時候也有一隻狗 很開心 大家可以看到 他跑過來 然後就被主人看著 這裏就是白蠟海灘 接著會有航拍的環境出現 轉過360度 這裏就是整個白蠟海灘 大家慢慢欣賞 我們下部影片就會介紹 會介紹到木棉洞和小破邊那邊 請大家繼續追蹤 多多支持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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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搜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